各位同学好,我们接下来看一下新年第二次65课单词的部分 首先大家看第一个单词,versus 请大家注意看下这个单词的词意叫做对 一说到这个对呢,很多同学非常容易马上的想到错 但是请大家注意一下,这个versus它并不是表示对错的对 它表示的是双方对阵对战对打的对 因此请各位同学在这里标注一下 它表示的是双方对阵对打对战的这个对 这个说到这个versus呢,大家可能看着不眼熟 我如果给出大家它的缩写形式,大家就熟很多了 它经常会缩写成vs点,比如说两方对阵 a versus b,在这里a和b对打对战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用vs点,请大家注意 这个可不是大家洗发水那个微大沙轩,不是那个啊 表示双方对阵对战的意思 好了,那在这里呢,请大家注意一下它的缩写 这个生活当中常用了,比如说看足球比赛 中国队对战巴西队,当然这只是一种假设啊 所以大家看中国队对战巴西队,两方对阵对战 我们就可以用这个versus vs点就可以了 好了,在这里呢,首先请大家注意一下第一个它的意思 对阵对战对打 同时呢,注意它的缩写叫做vs点 而且呢,请大家注意一下词性 它的词性是prep点,因此它是个介词 我们跟大家讲过,词性非常重要 只要知道这个单词属于哪类词性 那么我们就知道它怎么样来用了 那既然versus是个介词 那我们就知道了,它后面一共能接三样东西 因为介词后面一共就只能接三样东西 那哪三样东西呢? 名词代词,动名词 好了,请大家注意一下 好了,关于versus这个单词呢,我们就说到这儿 下一个单词,Christmas 这个是大家生活必备的一个常用词汇,一定要会 比如说每年一到十二月份的时候呢 我们要庆祝什么呀?圣诞节 圣诞节,圣诞快乐怎么说呢? 叫做Merry Christmas 请大家注意这个单词的拼写 M-E-R-R-Y Merry Christmas,圣诞快乐 那很多同学都知道圣诞快乐叫做Merry Christmas 但是呢,大家都不太了解说Merry是什么意思 请大家注意,Merry的意思呢,就相当于是happy 但是呢,一般情况下我们说新年快乐用Happy New Year 一般情况下我们说圣诞快乐用的是Merry 所以大家看这就是一个习惯搭配的问题 同时呢,请大家注意一下拼写 我刚才强调了 是M-E-R-R-Y 大家千万别写成M-A-R-R-Y 如果你要写成Merry Christmas 那就表示嫁给圣诞节了 那个就错了 好了,那来接着往下看 圣诞节的前一天晚上呢,我们叫做平安夜 就叫做Christmas Eve Christmas Eve 很多同学呢,一直不了解说老师 那过圣诞节,是不是应该重点那过圣诞节那一天呢? 其实这个就错了 它就跟我们中国人过新年是一样的 大家想,新年是应该隆重的过除夕夜 还是应该隆重的过除夕夜呢? 当然是应该过除夕夜了 所以对应的,我们在庆祝圣诞节的时候呢 也应该隆重的庆祝的是什么呀? 平安夜那个晚上 好了,大家一起团聚 吃点东西,吃火鸡啊,等等等等 好了,关于这个呢,我们就简单说到这儿 接着往下说 这个Circus表示马戏团 Present表示礼物 请大家标注一下 我们在第13课就学过了 Present可以做名词表示礼物 也可以做名词表示现在 然后大家可以对应的 一个箭头里到89克和93克 我们稍后在89克当中还会学到 它可以作为形容词表示现在的出席的 然后对应呢 它的93克还可以表示动词赠送礼物 这个单词呢有很多个意思 我们稍后再来领大家一起看 在这里大家只要知道 它可以作为名词表示礼物和现在就足够了 接着往下看 Accounting表示陪伴随行 请大家注意一下这个单词 Accounting一个单词呢 大家注意一下 咱们把AC去掉 AC去掉呢 大家就会很熟了 叫做Company 一说到Company 大家首先脑子当中想的第一个意思就是什么呀 公司 但是它除了表示公司之外呢 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很常用 叫做伙伴 那既然Company可以表示伙伴 所以加上了AC之后 Accounting就变成了动词表示陪伴 好了下一个单词 Approach表示走近接近 大家标注一下 它是个集物动词 如果想说走近谁 走近什么 可以直接用Approach somebody Approach something 好了下一个单词 Out 请大家画上一个重点重点重点 它表示应该 那在这里大家发现没有 Out这个单词的词性会比较特别 它叫做Model Verb 很多同学一看见Model Verb 就不知道它是什么了 那请各位同学标注一下 Model Verb 就是我们大家曾经在17课19课当中学习过的 情态动词 所以请各位同学标注一下 Model Verb表示情态动词 那大家跟我一起来回想一下 情态动词呢 我们在17课19课当中已经讲过了 情态动词 顾名思义 它还是动词 但是呢 它不表示动作 它通常表示的是人的情绪态度 比如说 我是同学们 大家必须这样做 那必须 Must 就是一种情绪态度 再比如说 我说大家可以这样做 You may do something You can do something 这个可以这么做呢 也表示一种情绪态度 我说同学们 大家没必要这么做 Need it 不需要这么做 它也是一种情绪态度 所以大家会发现 其实呢 想表示人的不同情绪态度 我就可以使用一个 情态动词来进行表达 但是呢 请大家注意 情态动词通常不能单独使用 后面必须要搭配动词的 原型 情态动词后面要搭配动词的原型 因此呢 在这里大家就知道了 既然out属于情态动词 所以呢 它也应该搭配什么呀 搭配动词的原型 因此大家就想写了 out加上do 同学们 这个就错了 为什么错了呢 大家注意 想表示应该做某事呢 我们一般用out to do 有的人说 老师不对呀 你不说的是情态动词吗 那情态动词后面 应加动词的原型啊 那怎么能加to do呢 注意同学们 看这儿不是out加to do 而是out to 合在一起 是情态动词 它后面仍然加的是 动词原型的 do 好了 因此请各位同学注意一下 想表示应该 out to 是情态动词的词组 然后后面加的 仍然是动词原型的 do 因此没有发生错误 仍然加的是动词原型 那其实想表示应该做某事呢 大家会发现 我们还有一个词表 应该更常用一些 哪个单词呢 should 所以out to do 就等于should do 我们就知道了 out to 就等于should 表示应该 好了 那我们再接着往下看 同学们看回书上的单词表 out 作为情态动词表 应该 我们刚才已经讲完了 看下一个单词 way way 它的含义就给了一个字中 大家看 就给了一个字中 我们是不是非常容易想到轻啊 但是呢 不对 为什么不对呢 大家圈起来 它的词性是动词 它不是表示形容词的轻点 重点 不是这个意思 那既然它的意思是表示动词 那应该怎么理解呢 就给了一个字太抽象了 我们来把它的含义补充完整 大家在旁边写一下 way这个单词呢 一共有两个意思比较常用 第一个 它可以表示 重量是多少多少 way 作为动词 第一个意思表示 重量是多少多少多少 它后面通常加上一个 表示重量的数值 第二个呢 way可以表示 称重量 它表示 称重量的时候呢 后面可以加上 somebody or something 加上人或者是东西 表示称什么的重量 好了 那咱接着往下说 way这个词 有两个动词的意思 我们已经说清楚了 大家在way 后面加上一个字母T 变成了名词 weight 名词weight 首先动词表示重量 称重量 所以对应的名词呢 它就可以表示重量 或者是体重 所以请大家在书上标注一下 weight 在weight的基础上 加上字母T 变成了名词 重量 体重 其实除了重量 体重之外呢 还有一个意思叫做重物 就是重的东西 叫做重物 大家一个箭头 引到94课去 我们稍后在94课讲 小朋友水下骑自行车 还能捡起重物 就叫做weight 好了 那咱们接着往下看 weight是一个单词呢 可以表示 重量 体重 重物 生活当中呢 比较常讨论的就是什么呢 就是可以讨论体重 比如说女生一辈子 都在奋战的一件事 就是跟自己的体重做斗争 对吧 大家非常怕什么呢 就是增加体重了 也就是胖了 那增加体重怎么说呢 可以叫做put on weight put on weight 放上来了 那如果减重了 瘦了是件好事吧 那瘦了怎么说呢 可以叫做lose weight lose weight 好了 看最后一个单词 fortunate 表示幸运的 请大家注意一下 fortunate一个单词呢 其实来自于名词fortune fortunate一个单词呢 大家之前在60课当中 应该见过了 60课讲算命的 有一个算命的人 叫做fortune teller 大家看 这个tile表示告诉 fortune teller 告诉你命运的人 是不是就是算命的 在这里fortune 就表示命运的意思 除了表示命运之外呢 它也可以表示运气 英语当中有非常地道的一句话 叫做fortune favors foods favor大家可能不熟 它对应的形容词 favorite大家一定熟 表示更喜欢 那favorite 既然作为形容词 表示更喜欢 所以对应的动词 favor就表示偏好 fortune favors foods 运气更偏好笨的人 什么意思啊 大家想 这人都已经很笨了 运气再不照顾他 他是不是更惨了 所以呢 这个人很笨了 但是运气比较偏好他 就像我们中文当中说的 傻人有傻福 fortune favors foods 表示傻人有傻福 那请各位同学 在这里注意一下 这个傻人有傻福 这句话呢 在英语当中是非常有特点的 为什么有特点呢 因为他从修辞方法上来说 他叫做 alliteration 压头运 大家看 fortune favors foods 开头的第一个字母的运 是不是都一样的 好吧 所以大家会发现 fortune favors foods 压头运 表示傻人有傻福 在这里给各位同学 一个小小的提示 大家注意 傻人有傻福是一句好话 但是呢 通常情况下 我们都是用来自迁的一种说法 但是呢 一般情况下 不太适合说别人 你说哎 你看他傻吧 那傻人有傻福 这样不好 所以一般都是用来表示自迁 比如说别人说 哎呀 你这个工作做得这么好啊 又升职了 你说哎呀没有了 傻人有傻福 就是碰巧碰运气而已 好了 用来自迁 接着往下看 他除了作为名字表示运气之外呢 他还可以作为名字表示财富 比如说 创造一笔财富 我们就叫做make a fortune 不就是赚钱吗 make a fortune 一说到财富呢 大家都知道 有一本杂志非常有名 就叫做财富杂志 他经常会排什么 全球五百强的企业呀 全球多少强的富翁呀 在这里就是由财富杂志排出的 这个财富杂志呢 就叫做fortune 好了 那大家看一下 这就是其中一期财富杂志的封面 大家看得出来 这个封面的人物是谁吗 最大的这个 像上 鞋上上45度仰望的 戴个眼镜是谁啊 哎 大家一看就看得出来了 比尔盖茨 对吧 当然呢 这个有的时候有同学认不出来 比如说我曾经在上中学版的课程的时候 我就问小朋友们 我同学们 大家看这是谁 有同学这个 就举手告诉我 老师哈利波特 大家发现长得是有点异曲同工之妙 是吧 哎 但是他是比尔盖茨 比尔盖茨 好了 那各位同学来看回来 给各位同学一个小小推荐 如果各位同学以后对于经济学感兴趣的话呢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Fortune财富杂志 还可以看另外一本杂志叫做 Economist 经济学人 经济学家 这两本杂志呢 都会帮助大家了解更多更深层次的 关于财经的很多文化背景知识 好了 来接着往下说 Fortune作为名词表示命运运气 所以对应的Fortunate 就可以作为形容词表示幸运的 那如果想说不幸运的怎么说呢 可以用Unfortunate 如果在后面再加上一个LY 就变成了对应的副词 Fortunately和Unfortunately 好了 那一说到幸运的大家同时可以想到 以前我们学一个单词 怎么说呀 Lucky 一样的用法 没什么区别 好了 以上就是本篇科文的生词 非常感谢各位同志的耐心聆听 我们稍后见